郎平担任女排队伍的新岗位终于尘埃落定了 安家杰跟王宝璇二人也明确做出了表态 另外包括了蔡斌跟赖亚文 两人一起来搭档 接过女排的主帅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 到底为什么呢 谈到这里之前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并请点一下收场推荐 我们重点跟大家聊到 首先是郎平现在她的新岗位正式出炉了 而且还是担任了我们女子排球协会的副主席 另外还担任了北京十方大学 也就是体育中心的主任 那么随着郎平她的新岗位已经定了下来 所以说郎平接下来 她将会把全部的时间跟精力放在她新的岗位上了 不再回来当任女排的主教练 那么在过去呢 虽然说郎平他带领着女排东京比赛发挥实力 在过后受到了包括了女排的泰斗张扬等人的批评 而且还受到了不少质疑 但是在过后其实包括了人民日报 还有排球协会都出来明确讨到了 比较认可比较认同郎平他过去的功劳 还有勇裕的 所以说呢我们也没有必要把过去的事情继续放在身上了 那么如今呢 郎平他也是做出了决定 已经很明确了 不再回来指教女排的队伍了 既然新的岗位都定下来了 那么郎平他未来一到两年的比赛 也不再当任女排主教练了 接下来郎平退出了到底谁来接过女排主帅这个岗位呢 如今来看啊 有两个重要的人选 他们做出了表态 分别呢是王宝泉还有安家杰 王宝泉呢他是很明确的 谈到了 接下来他不再去竞选女排队伍主教练这个岗位 而且呢 王宝泉他还有一个决定啊 也是非常坚定了他的选择的 因为王宝泉呢 他是跟天津女排打成了签约 未来一年的比赛呢 他会庄助在排球联赛 以及天津女排战队继续呢 争夺冠军的比赛上 而对于我们女排的国家战队呢 其实啊 王宝泉呢 他是不再想去担任主教练的 另外呢 还有安家杰 安家杰呢 他其实过去呢 八九年的时间 基本上呢 都跟随着郎平 而且安家杰呢 也给到了非常多的建议 关于他在战术打法上 以及战略的布置人员的安排 都是有益手的 只不过安家杰 他也明确 近段时间对外谈到了 凭借他如今的实力跟经验 还不具备去顶替郎平的位置 其实他自身呢 信心跟实力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安家杰也明确回绝了 这个要求了 说白了 安家杰王宝泉 两名教练呢 都不去竞选女排主帅 这一个新的岗位 那么剩下来呢 只能说从 蔡斌跟赖亚文啊 两名主帅当中 竞选出接下来的教练啊 因为呢 当我们再来聊到 其实还有其他的教练可以选择的 包括了冯坤 包括了陈忠和等人 当时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陈忠和呢 现在是64岁 凭借他的年龄呢 其实他虽然有这颗心 想要出伤 带着女排 但是身体 年龄 体能啊 是不太允许的了 而且有时候还要出国去打比赛 身体方面肯定吃不消 另外呢 包括了冯坤等主教练 虽然说他们也具备这个竞争地 但是 对比起蔡斌跟赖亚文两人啊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所以呢 接下来随着郎平他确定了新的岗位 不再当任女排主帅 那么另外呢 包括了王宝泉 也不去竞选了 所以呢 接下来安排最合理的 那就是 让蔡斌当任主教练 让赖亚文 当任蔡斌的助理教练 两人呢 一起来搭档起来 然后呢 凭借两人的实力一结合起来 其实还是具备 去冲击世界大赛的冠军 去追平郎平啊 他曾经创下过了踊跃的 蔡斌他具备实战能力 也具备一定经验 赖亚文跟学者郎平多年 积累了很丰富的打法经验的 那么赖亚文辅助蔡斌 蔡斌当任主教练 这才是最合理的安排 也能够带领着女排 重新迎来崛起 重新站立起来 冲击世界大赛的冠军踊跃 那么大家是否认同 接下来的这个布置和安排呢 也就是蔡斌当任主教练 赖亚文当任助理教练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也欢迎大家点点光 助并转发 感谢大家支持 下期